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 停下匆忙的脚步 一起品味人生 第三次站 陪伴 许多人不重视陪伴 不知道陪伴的重要性 一位女强人 天天在外努力工作 赚钱养家 孩子们的父亲 在家照顾孩子 等到上了年纪 女强人才发现 孩子们的心理 只有陪伴他们的父亲 丈夫的心理 也只有陪伴她的孩子们 她 只是一个 给钱的陌生人 陪伴 需要真心 不付出真心的陪伴 不是真正的陪伴 假意敷衍的陪伴 不如不陪伴 不付出真心的陪伴 让人看不到陪伴的价值 敷衍的陪伴 让人感觉不到关心 没有关心的陪伴 只是一种冷漠 脑夫脑妻 最令人羡慕的 是他们真心地扶持 陪伴 父子子孝 母女同心 最真实的 是他们真心地照顾陪伴 珍贵 友情 最美丽的 是他们真心地相聚相帮 关心 不是一种形式 关心 在于真实的行动付出 真心陪伴 是最真实的感情 真心陪伴 意味着愿意花费自己宝贵的生命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萌 五十五岁 从美国到台湾发展事业 她的孩子都已长大 她的妻子没有陪伴到台湾 两人的情感逐渐淡薄 张忠萌和朝夕陪伴的办公室主任 一起度过人生的下半场 真心陪伴 是最真实的感情 关心 却不真心陪伴 只是空谈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